台军举行仪式接装F-16V扬城军 我军有把握将其毁于地面 台湾空军装备了F-16V就能以5G捅了吗 11月18日 台湾当局有关官员 在位于台岛西南部的嘉义空军基地 举行了F-16V型战机性能提升接装典礼 蔡英文在致辞时讲到 今天的接装 不仅是空军历史上新的一页 更是体现了台美有意的在进展 标志着台空军航天科技在提升 及防务战力更坚强 更代表台美伙伴关系的坚定承诺 他还说F-16战机是许多国家的主力战机 今天开始列装的F-16V 更能适应现代战争的形态 看来这个蔡英文又增大了以5G捅的自信心 就在这前一天 台空军参谋长黄志伟在17日谈到 台湾现有战机300余架 军力在全世界排名约在前15名以内 诚然 美国的F-16V型战机 目前是比较先进的空战平台 但是如果党中央一旦定下了实现祖国统一的决心 并采取果断措施 下达了作战命令 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这款战机无论是藏匿在经营了多年的加山飞机洞库 还是部署在台岛的几十个机场 我军都有能力 有把握将其摧毁于地面而阻止其升空 即使有几架漏网升空 也只会成为我们空中打击的目标 现在还不能定论 但是只要美国把中国看成是竞争对手 把台湾当成棋子 来牵制中国的战略不改变 只要台湾当局以美谋独的妄想不放弃 我们就不能对他们抱有任何幻想 而应随时做好实现国家统一的各种准备